Wolf Media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胡仲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新冠疫情方面的话题 好久没有聊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热点 可以说事实上是在 英文世界的一个热点 我发现华语世界好像很多 没有关注 但是台湾有一些 医疗的自媒体 它是讲到的 就是关于这个医维均素 是否能够 对抗新冠病毒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呢 我呢就是说几点 目前已经确认了事实 那么至于你要不要用 你该怎么用 那么这个是属于你个人的选择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档提供 这个医疗建议的节目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只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 依托我的一些医学的背景 来谈谈我个人的理解 那么首先就是说 这个医维均素是如何进入大家的视野的呢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要追溯到 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有一个澳洲的团队 他做了 他在那个就是叫做抗病毒药里 还是就是可能翻译 就是反正就是这么一本杂志上 他发了这么一篇文章 他是做了一个体外试验 就是他取了这个医维均素的这个药 然后呢 他将当时的 也就是α变种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试管当中 他加入了 通过加入了不同浓度梯度的这个 这个医维均素的这个药物 那么经过观察呢 发现了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 就是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抑制 病毒载量的不同程度的 发现了减少 然后呢 这个减少的程度呢 又是和这个药物的浓度成正比 那么这个就可以 很明确的说 至少在体外实验当中 对吧 医维均素这个药 确实是具有抑制α变种病毒的载量的一个能力 当初啊 就是大家都是在积极的找这个抗病毒的药物 那么当初这个瑞德西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也是被吹得天花乱坠 那么最后发现了 就是在实际人体当中 有大量的 瑞德西韦的这个 临床试验 发现他仅仅只是对 轻症的早期的病人有效 那么对于重症的晚期的一些病人 似乎就没有什么作用 那么最后就导致 连瑞德西韦这个药 现在都已经有一点要示威了 那么 异维菌素这个药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希望呢 异维菌素本来是一种治疗 这个寄生丛 是治疗戒疮的一个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个常备药 它的价格是异常的低廉 那么 近期呢 有一些 风言风语吧 我只能说是风言风语 因为我据我所知呢 大多数人都会引用 就是说非洲和印度 他们使当地政府大面积使用了 异维菌素作为抗病毒的药物 那么就导致当地的这个死亡率大幅下降 那么 据我所掌握的消息呢 就是这些言论 大部分都是出自于推特 就是都是出自于一张推特的一张图片 那么大家去搜一下 也可以搜到 就是一个地图上 就是非洲还有印度 然后某一些区域它涂成了黄色 说这个区域是大规模用的 然后下面呢 跟了一个 那个条条形的图 就是说它的死亡率有 就是跟使用之前有大幅的变化 但是呢 我在 就是 就是至少在比较严肃的一些平台上 我似乎没有发现有官方的政府出来发布这样的消息 说他们用了这个药物有这样的数据 那么至于推特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觉得它的置信区间不是很高 那么第二个可以确认的点呢 就是临床试验有没有在做 就是关于EV菌素的临床试验到底有没有在做呢 那么是有的 那么大部分人呢 就是会引用这么一篇meta分析 所谓的meta分析呢 就是它汇萃了各种各样的试验 它试图从试验的这个 大家争论的这个点当中 用统计学的一些方法来确定到底哪一派说的有道理 那么这一篇文章呢 事实上也是有问题 就是说它引用了大量的未经 就是未经刊载 就是它是发布在一个 就是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网站 就是还未经审核的 待审核的那篇 所有的这些文章 它都是发在这个网站上 那么这个网站 它的本意 就这个数据库它的本意呢 是想让一些研究热点的参与者 就是能够快速的参与到 目前具有研究热点的这个项目当中来 它并不具有任何的说服力 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呢 就是这一篇Meta分析 它是引用了来自伊朗和来自埃及的两篇文章 那么这两篇文章当中 它虽然它样本量很大 但是它纳入样本量的就是两个对照组当中啊 就是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病毒的阳性率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呢 它用了易为均素的这个实验组 它阳性率是比较高的 然后它就是用安慰剂或者是让它自然好的 这一个组当中呢 它的阳性率反而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它的最后的这个结果 它必然会导出一点 就是说我用药组 就是症状好转率会比较高 因为它两个对照组和那个实验组 它纳入的这个阳性率就是不一样 那么所以说呢 就其实这篇文章的可信度也不是那么的高 那么我们真正能可信的是什么呢 那么有这么一个可以确定的点 就是那一篇澳洲团队所刊载的 这一篇体外的这一篇文章 我们现在认为是可信的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易为均素增加的这个 就是添加的这个浓度达到多少 它的浓度达到了三纳克 不是就是三毫 三毫摩尔美深的这样一个浓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浓度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根据这个易为均素的各种药厂 它发布的消息来讲 就是如果你按照FDA和世界卫生组织和CCC推荐的剂量 你想用这个已经批准的易为均素 你就要去治疗一个寄生虫的话 你如果按照指定剂量吃的话 那么你药物的血药浓度可能只能达到三纳摩尔美深 就是说这个药三纳摩尔美深 它已经可以杀虫了 并且是安全的 那么可见你这个 这个这个纳摩尔跟这个豪摩尔也好 魏摩尔也好 总之是至少是这个浓度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目前没有一种就是安全的剂量能够使血药浓度 达到像你试管当中的这么高的一个浓度 如果要达到这么高的浓度的话 那么这个这个人体试验恐怕是没有人敢去做 应该说是很很很危险 那么言下之意呢 就是如果你通过种种手段 就是从通过种种手段 从医生这里拿到了这个易为均素 你并且按照他的说明书去吃的话 那么也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因为你这个药物浓度没有达到那个实验当中的量 那么还有一个现代掌握的消息 就是说确实有很多团队在试图要做这个药物的 所谓的三七临床的试验 因为这个药物因为本身就是被批准可以用于人的 但是只是目的不一样 那么对于这种药物它是可以直接进行 就是控制变量的对照研究 但是现在目前大部分的 以研究啊 就是至少在 好像在英国有一个团队的这个研究 后来是被叫停了 那么叫停了的原因呢 就是说确实没有什么用 再要把这个研究进行下去 要把一个目前观察来看 就是效果如就是如此没有效果的一个药 如果再推广下去 那么就是有违一个医德 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个会不会是 由于这个利益集团啊被背后在操纵啊 那么我只能说是有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据这个团队的负责人 他说啊我们这个实验已经就是经经过了大概目前的样本量已经达到了七八百人 虽然很早就有转专业团队建议我们停止这项实验 因为确实没有用 但是因为大众啊对这个药物的呼声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就是顶着压力已经把这个实验已经推进到了 就是很后面 但是呢最后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那对吧 因为作为一个严谨的一个实验 他只能这么说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药物有效 你非得说他啊就就说你用了是有效 那么作为一个比较具有开放思想的人来讲 我呢也是不是非常想要反驳这一点 那么希望大家假如说要自己进行这个方面的实验呢 就是说这个药物的浓度一定要按照这个药物说明书千万不能超量使用 要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使用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了一维均素对于就是抗击新冠道到底有没有用的一个话题 啊对我我再补充一点啊 就是说一维均素有用的那个实验 它仅仅是针对alpha变种 那么至于delta变种有没有用 那么是完全没有这个方面的研究 连体外实验也没有 好感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